在前些年的时候 歌仔戏这种传统艺术形式 一直都能受到许多人的追捧 只是近些年才逐渐生事不如以往 但要是提起该行当中比较知名的几位角色 大家总能脱口而出 尤其是杨丽花这个名字 更是被人们称赞已久 不过在歌仔戏上取得至高成就的她 生活的一种传统艺术 生活和感情却是一团糟 先前杨丽花的丈夫洪文栋去世后 其家族内爆发出遗产纠纷 一度引起外界热议 早年间洪文栋的父亲洪万传 和吴火师共同创办星光集团 洪家也是星光大股东 洪万传和妻子彭瑞兰育有三名子女 而洪万传夫妇相继过世后 便由第二代洪文良、洪文栋、郑洪玉坤继承遗产 带到彭瑞兰逝世后 洪文良的儿子洪世君提告主张 祖母1992年过世 累积1.5亿元遗产税款和罚款 留下的股票价额也有1.3亿元 于是洪文君和叔叔洪文栋、姑姑、郑洪玉坤签下议协议 由他负责缴纳遗产税和罚款 股票归他所有 而叔叔和姑姑并不配合过户 虽而提告要求叔叔、姑姑变更登记股票 否则也应平均分摊税款及罚款 而自从洪文栋过世后 促送便由杨丽花等6人承担 他们合众洪玉坤认为 协议书未记载股票只归洪世君所有 且洪世君承诺以股份抵缴税款 不得再要求他们负担 更何况洪文栋已经缴纳缴1亿元 正洪玉坤也缴纳了2841万余元 所以认为对方请求无理由 但法院指出 协议书是基于股票能全数抵缴遗产税的前提下 才由洪世君独拿股票贷缴税款 若股票不能全数抵缴 约定基础则不存在 故洪世君请求叔叔姑姑 给付他多缴的税款有理由 最终 和杨丽花等人应连贷给付4476万余元 正洪玉坤也同样是这个数额 一番折腾下来 杨丽花什么也没得到 反而自己搭上了这许多钱 然而他在这段婚姻中受的委屈 还远不止这些 自从洪文栋过世后 他的三女义子从丧礼结束到后来 一直都没有理会他 可以说是不闻不问灵互动 就连爆料者都替他抱不平 此外 他之前和老公同住大纸地井水花园 2016年两人闹离婚时他坚出 外界说是因为洪文栋当时被拍到 和一女性逛基隆庙口 但不肯据事已告对方身份 由此成了两人分居的导火线 后来闹到离婚 但实情是 洪文栋的子女趁此机会要杨丽花搬家 她是非自愿签出才搬回天母 当时洪文栋的子女还说 已经帮她把天母的房子都打理好了 但她一回到家 发现所谓的打理好 就是什么也没有留给她 后来那些都是她自己赚钱买的 而且原本杨丽花有几位老员工庸人之类的 也被迫解散掉 她也一时错愕又伤心 但还是没发脾气 而只是淡淡告诉洪家小孩 要不然可以提前说 没必要闹到这种地步 报料者还说 洪家的三女一男 从小都是杨丽花待大的 尤其对老公的独子洪士气 更是疼爱有加 没想到 孩子们长大却这样对待她 而更令人气愤的是 洪文栋病逝后 尽管陈文她的家产相当多 足有将近60亿的财产 不过杨丽花一毛都没拿到 让她十分心寒 后来律师苏家红在节目中分析 杨丽花争产的方法 表示她若没离婚还是配偶 按照法律的话 夫妻财产一定要分 但如果生前就已经转移遗产给所有小孩 那就没戏场了 据传闻 杨丽花先前就曾感叹过 洪文栋很花心 不过主持人郑洪怡分析到 事实上 洪文栋老早就知道 杨丽花是囊中之物 因为在第一次约会时 杨丽花就苦等南方两小时 更说 这应该是洪文栋在下马威 直言 一般女生可能等十分钟就不开心 但杨丽花却愿意等这么久 可见杨丽花对洪文栋是有心的 不过 另有一说则是 杨丽花当年的地位远不如身价好几十亿的洪文栋 所以才对南方如此倾心 另外 也许是因为花心 在洪文栋78岁那年 曾有一位叫做徐国章的人 表示是她的私生子 而且那时候的徐国章已经55岁了 当时徐国章在美国对洪文栋告上法庭 并公开了母亲的身份 还说 自己的母亲是曾经有名的歌厅头牌 和洪文栋在一起的六年后默默生下她 而且洪文栋一直都给他们钱生活 而徐国章之所以这样大费周章的诉讼 只想让洪文栋承认有她这个儿子的存在 可能童年缺少父爱的她 想要拿回属于自己的那份感情 奈何经常受到洪文栋的打击 但是当徐国章说 想要与洪文栋去医院做亲子验证的时候 洪文栋可能心虚了 回拒了徐国章的请求 后来法院根据洪文栋给付 赡养费等种种方式 一审判决徐国章胜诉 确认徐国章是洪文栋的骨肉 尽管胜诉了 但法院的判决并没有让洪文栋 承认徐国章是自己的儿子 随后在二审途中就因心脏病去世 向年八十岁 不过徐国章仍旧没有撤诉 所以这场关于婚外私生子的官司 就这样归结到杨丽花和她的孩子身上 法院认为 洪文栋与徐国章之间存在亲子关系 维持原判 也称杨丽花还有推翻诉讼的机会 事实上 在洪文栋去世之前 徐国章非但没有得到认可 甚至还受到了洪文栋家人的排斥 2018年洪文栋逝世之后 在灵堂露面的徐国章 一开门就被警卫人员 以没有名字为由劝退出场 而就在大家疑惑她是争夺财产的时候 她却坦然表示 只是为了承认身份而来 与财产纠纷无关 不过那时候对于这些事情 杨丽花根本就无心顾忌 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事实上杨丽花的确是深深爱着洪文栋的 她曾公开说道 目前我是大众情人 但是在幕后 我永远只做洪文栋一个人的情人 此外曾几度流产的杨丽花 别人都以为她是自然流产 但其实是她自己决定不生的 就是为了照顾洪文栋与前妻的几个孩子 于是杨丽花不止淡出演艺圈 更把所有的母爱都留给四个孩子 当时洪文栋的三个女儿 书都念得很好 唯独小儿子洪世奇不爱念书 因此全心放在儿子身上的杨丽花 发现洪世奇的学习情况 无法在台湾有更好的发展后 便与洪文栋多番言声 决定把洪世奇送去夏威夷念大学 才当时还说 洪家就这么一个儿子 我责任重大 如果没交好 我会对不起洪家 而之所以选去夏威夷 是因为夏威夷的东方人朴实认真 再加上当地气候好 离台湾较近 所以就定在了那里 而且从来没学过英文的杨丽花 甚至亲身飞到夏威夷陪伴儿子 最后洪世奇先上语文学校 再进大学 在自由的学习环境下 他慢慢想通了 除了学习上开了窍 更变得懂事而体贴 只是联想到 这几个孩子在父亲去世后 能把杨丽花赶出家门 实在令人寒心 或许是命运早就知晓 杨丽花的生活会如此艰难 所以为她的事业安排下逐多的好运 生于1944年的她 在家中排行老二 上有哥哥 下有两个弟弟及两个妹妹 并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学校教育 1947年起 她加入母亲杨豪所在的歌仔戏剧团 宜春园 1950年 杨丽花又与母亲于戏院和外台 演出由该剧团所致演的安安感激 而该戏不但是她首次单纲演出 也因为她精湛的演出获得许多好评 13岁那年 她正式成为宜春园歌仔戏剧团的成员 所有演出均为女扮男装 而且因为她半向美 不但迅速成为该团的台主 随后在1961年 更以陆文龙一剧彻底走风 1962年 杨丽花又被赛金宝歌剧团挖角 除了继续与小生扮相受到欢迎外 也连同该剧团在当时的电影风潮下 演出了十余部歌仔戏闽南语电影 值得一提的是 这时期的杨丽花还曾以女装扮相 在电影《望春风》中担任女主角 到了1969年 她终于成为台式歌仔戏团的团长 而在两年之后 无线电视从黑白迈入彩色 第一出彩色电视歌仔戏相思曲 就是由杨丽花主演的 1980年代 可以说是杨丽花与电视歌仔戏的黄金时期 彼时她的名字就已经成了歌仔戏的同一词 再后来由线电视兴起 加上世界各地影视娱乐的进入 依赖无线电视产业生存的杨丽花歌仔戏 逐渐没落 在她之后的小声接班人 也无法揭许她的气势 种种因素导致她所组成的歌仔戏团 无法继续歌仔戏的荣景 她也在结束与台式的合作关系后 担任起丽花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掌握了一部分的杨丽花歌仔戏的版权 如今她依旧住在天母的别墅内 据悉占地八百坪的豪宅位于阳明山脚 宽广有气势 庭院布置池塘草坪 早年还四语天鹅 目前市价约有两亿元 杨丽花于1969年购入 1972年她才嫁给洪文栋 根据地震信息显示 她搬离大职后不久 就曾向台新银行办理设定抵押4800万元 时间长达30年 借款的时间正是杨丽花制作中校结役如火如荼之时 据悉她这部戏花了两亿 而且因为是相隔16年在做戏 很多懂戏曲的老人都已经不在 所以必须重新培训戏曲人才 再加上现在的计算机特效与过去大不相同 为了戏好 她甚至不惜开重本 爆料者也说 杨丽花把天母别墅拿去抵押贷款 有可能就是拿去拍戏用 由此可见 杨丽花虽然感情和生活尽是坎坷 但她却将一生激情都奉献给了歌仔戏 而如此无畏且无私的精神 也注定了她永远会被世人铭记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